-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就是剛剛9月14號澳門倒牌摺標日子, 在大家都以為德陸大博企鏡頭的時候 竟然殺出一個程咬金, 在摺標前大約1小時就出現。 這個人曾經在2002年有份競投澳門倒牌的大馬雲頂集團為首, GNN股份有限公司亦提交了標書, 就形成了17間博彩公司欠6個倒牌局面。 到底代表雲頂集團的林國泰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今集就要同大家看一看這位可能在未來有機會在澳門經營賭場的人物是一個什麼人呢? 林國泰是一個馬來西亞華人企業家, 他就在1951年8月16號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甲洞出生, 他組織就是福建省泉州市安契員, 是馬來西亞已故島王林吳童的第二個兒子來的, 是現任雲頂集團的主席。 在1975年就在英國倫敦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 1976年就加入了他父親所創辦的雲頂集團。 去到1979年就進入哈佛大學商學系, 去研修管理發展課程。 去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 林國泰就在巴哈馬和澳洲開設賭場、酒店、遊樂場等等。 開業第一年這些業務的盈利高達1億零吉, 相當於當時的3億多港幣。 經營18個月之後就以高價賣給日本公司。 原因就是林國泰看到澳洲15年賭場專利結束之後, 澳洲政府就會發出更多賭場執照。 賭場業務在激烈競爭之下,盈利一定會受到影響。 而他這時候就已經將眼光放在郵輪上。 去到1993年8月,林國泰就策劃雲頂集團投資麗星郵輪計劃。 有一間瑞典郵輪公司因為無辦法付款, 就被銀行沒收了兩手新起的郵輪。 銀行就同一間英國公司傾緊賣出它, 索價就要1.65億美金, 但買方只是肯出1.6億美金, 雙方為了500萬美金的差距僵持一段時間。 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林國泰就建議買了些郵輪給他。 他的爸爸,林童, 全力支持和建議出價1.625億美金。 談了兩天之後,銀行就將郵輪賣給林家父子。 這單買賣成交了沒多久之後, 之前有意購買這兩隻郵輪的英國公司, 突然就以2000萬美金的日價想和林家父子買下這些郵輪。 但最終他們都是不為所動的, 就開始在郵輪業上大展拳腳計劃。 去到同一年, 麗星郵輪成立。 當年年底, 麗星郵輪第一艘郵輪普平星號到達新加坡。 新聞發佈會上一位外國記者質疑, 坐船度假換落的概念, 對普通亞走雲來說是格格不入的。 甚至預言, 麗星經營不到8個月就會壽終淨沉, 面對這些質疑。 他的父親林童當面回應, 說28年前開發雲頂高原時, 好多人都認為他注定要失敗了, 但雲頂現在仍在發展。 至於郵輪業, 麥阿密不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嗎? 西方人做得到的事, 我們亞洲人同樣都可以做得到。 而在林國泰的角度來講, 亞洲企業由於更重視這個服務, 是可以提供到一個體貼到位的友好服務。 這點就是亞洲企業發展郵輪業的優勢, 亦都是為何呢? 後來,麗星郵輪由零開始 就可以成為全球第三大郵輪企業的重要原因。 在林國泰有成效的經營之下, 麗星郵輪公司是拿到一個很巨大的發展成就。 今2000年, 麗星郵輪就收購了挪威郵輪公司之後, 成為全球第三大郵輪公司, 是亞太唯一的郵輪公司。 船的數量, 船隊是擴大到20艘, 倉位有26,000個, 航鮮長達2.4萬海里, 航行目的地涉及亞太地區的島, 南北美, 加勒比海, 阿拉斯加, 歐洲, 地中海沿岸等等, 遍及全球的, 之後亦都組成了一個雲頂香港。 同在2009年成功上市, 林國泰表示, 麗星郵輪的成功是給了好多信心他們的, 他講道一旦聚焦了一樣他們要做的事, 他們可以在任何一個領域成為一個全球的領導者、經營者。 而去到2002年6月, 林國泰就受分的, 是頒了一個叫丹斯里的分函給他。 丹斯里是馬來西亞聯邦榮譽制度的一種稱號, 是第二等護國有功的勳章, 和第二等皇冠效忠勳章配戴者的頭銜, 是由最高元首冊封的象徵式終身榮譽身份, 受封者多數都是部長、大法官、高級公務員、高級軍官、高級警官、 黨魁、知名商人、社會嚴達等等的重要人物, 數量是325人。 可想而知,得到這個頭銜其實是一點都不容易。 而由於林國泰在之前那麼出色的表現, 就令到她的爸爸林童就覺得, 自己的事業終於都後屆有人。 在同年的11月27號, 林國泰就接替了她的爸爸, 成為雲頂有限公司, 和明星世界有限公司的總裁, 在2003年12月31號, 林吳童正式退休之後, 林國泰就接獎了雲頂集團。 而雲頂集團是一間全球性的綜合性質公司, 她的總部就是在馬來西亞。 業務包括休閒娛樂、 油中種植、遊戲、 產業開發、生命科學等等領域。 經營的市場是遍及中國、 美國、新加坡、印尼、 印度、巴哈馬、 英國、埃及。 在正式接班之前, 林國泰已經證明了自己的能力。 在她的爸爸去世之後, 亦全面接手家族生意。 在她的努力之下, 現在雲頂集團已經是世界、 全球最大的博彩公司之一。 在2006年, 他們亦收購了英國最大的 史丹尼休閒賭場。 這個舉動震驚整個英國博彩業。 雲頂集團持有倫敦俱樂部 29.8%的股權, 亦是Matsum賭場的業者。 而其實, 市場亦是預測 她會與史丹尼聯手去競投英國其他賭場。 林國泰所掌陀的雲頂集團的博彩業 是積極地向外擴展的, 逐步走向世界。 就算同年5月雲頂集團在新加坡 首一單的賭城競標的 濱海灣休閒賭城營運執照 並投不到, 但集團旗下的概念股都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而之後她在同年12月拿到新加坡 第二個賭城營運執照 聖屠沙綜合度假勝地。 集團主席丹斯尼林國泰 亦都名正言順成為世界三大博彩大王。 當年財富雜誌福布斯 亦都將林國泰列了做全馬第十大富豪。 林國泰雖然富教不方, 但為人十分低調, 她的生活亦都非常之樸素, 出門多數地鐵代步, 完全看不出她是一個千億富豪。 去到2008年1月8日, 在廈門大學舉行的 例聲郵輪有限公司, 捐建廈門大學臨同大樓的儀式上, 雲頂集團旗下的 香港例聲郵輪有限公司, 亦都是捐了六百萬港幣, 就用來在廈門大學的建設旅遊 與酒店管理系的教學科研大樓, 亦都是為了紀念林國泰父親, 世世的雲頂集團創始人丹斯尼林吳童先生, 廈門大學就將旅遊與酒店管理系大樓, 命名了做林吳童大樓。 林國泰就講道, 說她的爸爸組織是福建安契, 十九歲就去到馬來西亞白手起家, 成為亞洲知名的華人實業家。 她說她爸爸對家鄉的建設是充滿熱誠的飲水思源, 她說她用爸爸的名義去捐建大樓, 是用來培養旅遊業的專業人才。 而這次合作是雲頂集團與夏大合作的第一步, 將來都還會有更加之多的合作。 同一日, 林國泰就被廈門大學請為名譽教授, 而名譽教授是夏大頒授出去被人傑出人士的最高榮譽。 2009年他們進入了埃及市場, 同年又與菲律賓煙草大王陳永載聯手進入菲律賓市場。 2011年林國泰就拿到越南博彩牌照。 2012年林國泰就進入美國市場, 在曼亞密與拉斯維加斯設立賭場。 現在林國泰的賭場是遍佈亞洲、美洲和歐洲。 她早年所建立的郵輪帝國, 近年受到疫情影響令到雲頂香港, 佈入了一個清盤重組。 好了,雖然是這樣, 但在這個時候就用GNN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義入標去競投賭牌, 看來就是想仿效當年她爸爸林吳同感或實現夢想去做些大家認為不可能的事。 至於她可不可以如願以上呢? 相信好快都有答案了, 如果她最後真是投到賭牌的話, 我們未來的賭業又會有什麼變化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啦! 好了,我們今集就簡單和大家介紹了這個林國泰是什麼人, 和這個雲頂集團是什麼公司。 希望大家有些了解, 之後就應該會做了林吳同的生平介紹, 或者人物介紹的, 到時大家都多多支持呀! 我們今集和大家睇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篇留個言, 還有, 記得訂閱、點讚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集見, 拜拜!